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哮喘或者止气管炎 秋天常喝汤能补分润气防止呼吸疾病才能提高免疫力 二 不肾 俗话说一秋肾三虚 一年当中秋天最容易出现肾虚的季节 尤其是比较瘦弱的人通过喝汤可以滋阴补肾减少疾病 三 不皮 秋天以内脏引发口干眼干皮肤搔痒 这是皮须的表现 皮能产生筋液润则全身 皮须可以成好汤来补充 秋天一碗汤不用医生帮 一 银耳汤 建议搭配红枣枸杞 银耳汤补气氧炫 秋天最常见的就是气血两窥 用胡萝卜搭配红枣后 不仅营养丰富而且能补气氧炫 做成汤后更容易被人体牺牲 银耳汤能提高视力 秋天最容易出现眼干眼疲劳 尤其是经常玩手机的人 常喝银耳汤不仅能增强视网膜抵抗力 还能缓解眼疲劳提高视力 秋天还很容易感到疲劳 其实这就是秋法 银耳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铁甲 不仅能改善秋法 并且可以增强体质抵抗病毒 二胡萝卜汤 建议搭配玉米红枣 入秋后流感也进入高发期 平时常喝点胡萝卜汤 不仅能提高抵抗力 还能使流感发生率降低 胡萝卜汤能补充钙质 秋季钙流失比较快 人体需要及时补充 胡萝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它能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 有助于骨骼生长 尤其是发育期的儿童应该多吃点 三莲子汤 最佳搭配冰糖枸杞 莲子汤能润肺脂壳 入秋后天气变凉 很容易引发咳嗽哮喘 莲子加冰糖后能润肺脂壳 尤其对反复咳嗽很有帮助 一般早晨起来后效果最好 莲子汤能保护心脏 入秋之后啊 人体血管壁逐渐收缩 进入心脏病高发期 莲子含丰富的生物碱而为生素 能预防心率失常和心肌缺血 防止心血管疾病 四冬瓜汤最佳搭配海米排骨 冬瓜汤能减肥修身 秋天是减肥修身桶最佳季节 有人花大价钱去买减肥药 岂不知冬瓜是减肥盛品 它能把脂肪转化成热能排出体外 还不用节食 冬瓜汤能排出肾毒 80%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脏毒素 有些人不重视慢慢会发展成肾炎 冬瓜不仅能排出肾毒 还能预防肾炎尿毒症的发生 冬瓜汤能清理肺毒 许多慢性咳嗽都是肺内毒素引发的 如果发现吃药效果一般 不如多吃一点冬瓜 排出常年脑痰 对肺热咖嗽哮喘都很管用 好了朋友们 感谢关注这次常识 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